西州的统治持续了一个半世纪 在中国的黄河和长江流域 形成了华夏族农耕经济 共同地域 这些地方人口变得稠密 财富大量聚集 青铜锻造的记忆变得成熟 文字的使用开始加清旧熟 城市成为这些农耕区的中心 随着农耕区的不断向北拓展 农耕政权面前出现了一片陌生的土地 这里已是北方的草原 那些曾经离家远走的游猎民 如今在这里开始了新的生活 而此时 中国文明史的第一个寒冷期宣告结束 温暖湿润的气候带来了新的生存机会 也带来了新的纷争 九月 新疆北部地区已经开始进入冬天 哈萨克族牧民卡克木一家 天不亮就忙碌起来 今天是转场的日子 冬季是一年中最严酷的季节 冬季营地的选择 给牧民的生存至关重要 寻找避风而又有充足牧草的营地 是草原上必要的生存技能 年复一年的天徙 这是游牧民族持续了数千年的生活方式 今天只有在极少数偏远地区 还保留着这种古老的游牧方式 从蒙古高原经天山北路 直到中亚西亚 这里有一片广袤的大草原 对于自古生活在这片草原上的游牧部族来说 这是一片可以驰骋无阻的广阔天地 这片草原上崛起的部族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有着不同的称呼 西州时期 聚居在中原地区的华夏族 已经确立了以农耕为主的经济生活方式 以及发达的语言文化 对于那些以渔猎游牧为生的部族 他们则以蛮夷 龙敌相称 中国文明史的第一个温暖期开始的一百年之后 西州的王室迎来了一场巨大的灾难 给他们带来灾难的 是一个叫做犬龙的部族 这是中国北部草原一个兼具农耕与畜牧的部族 骑马的文化最早出现在公元前九百年到公元前八百年之间的欧亚草原中部 很快这一风上风靡了整个欧亚大陆北部的草原地带 温暖期到来后 在农耕与草原的过渡地带 大片原本干旱的土地变得湿润肥沃起来 这里成为蕴藏生机的乐土 这是人类历史上游牧文化的第一次大繁荣时期 这归功于地球温暖期的到来 温暖的气候使得草原上的畜群大量繁衍 人口随之急剧增长 草原的生存压力迫使游牧人南下寻找生存机会 西州的最后一位天赐周游王统治期间 出现了一种叫做烽火台的信息传递系统 在都城浩京附近的离山上 每隔2.5至5千米就有一座高高耸立的烽火台 周王派人日夜驻守其中 一旦发现西北部的犬龙来袭 手兵敲响大鼓 白天省烟 夜晚点火 保证在最短的时间内 把敌人的消息传递给忠诚的诸侯们 在周游王生活的年代 烽火传讯已经有了一整套成熟的制度 击鼓的次数 烟柱的数量与火炬的升降和摇摆 都能表达不同的意思 然而这一次并没有犬龙骑兵来返 这位美丽的女子是周王朝最后一位统治者周游王最宠爱的妃子 据说这是一位冷艳的美女 自从进入皇宫之后 尤王从未见过她的笑容 为了博取心爱女子的一个笑容 周游王一次又一次戏弄了诸侯的忠心 反对周游王的诸侯联合犬龙攻进王宫的这个夜晚 影哄天边的烽火和雷霆般的鼓声 再也召唤不来秦王的诸侯 遭到天下群起而公之的忧王被杀 包四倍率 耗尽被破坏殆尽 这是中国历史上农耕王朝 第一次在游牧人的参与下遭受颠覆 公元前七百七十一年 在一只为周天子养马的部族秦人 以及其他诸侯的护卫下 周王是放弃了战争中被摧毁的浩金 在黄河下游重新建立都城 中国历史上有个貌合神离的年代开始了 周天子的势力 在这个史称春秋战国的时期里 日渐衰微 裂变成为这个时代的主题 诸侯国之间 北方诸侯国与游牧不足的战争 此起彼伏 正是在这一时期 一项浩大而意义深远的工程开始了